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我是吴依林 今天在哪裡 在菜市場 在菜市場幹嘛呢 冬天到了 雖然我很會拿剪刀 但是菜刀也挺會的喔 今天要來教大家 就是冬天到了怎麼樣進步 怎麼樣用麻油雞 或麻油雞燉飯到底要怎麼做 那現在我們就去採買 跟我走 你香菜給我一點點送我好不好 一個髮型師來菜市場跟人家要香菜 我本來說要買老薑 可是阿姨就給了我一個很棒的食材建議 老薑是纖維很多 竹薑是很香 然後纖維沒那麼多是可以吃的 今天要教大家做的一道是台灣的國民小吃也是我的最愛 然後一到冬天都很喜歡吃 但是我有我自己不同的做法在這裡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當然就是糯米的話 我會做麻油雞跟麻油雞飯 那麻油雞飯基本上我會用原糯米跟長的糯米下去配 然後再來就是有所謂的老薑 然後跟竹薑 然後呢當然就是少不了就是我們的雞肉 事先一定要先燙過的原因 是因為把它表面上的髒的東西燙掉 燙掉一些血水之外呢 等一下燙完我們吃起來也會比較安心 然後再來你前面就覺得很奇怪啊 會有一盤這個菜 這個叫做人生娃娃菜 它很配麻油雞湯 那再來這一個呢大家都在問我說 欸這香菇好可愛喔 它叫松本榮非常清甜 重頭戲米酒 我覺得公賣局應該要找我做代言 因為我非常愛用米酒 這個呢就是我們家自己的親戚的婆婆自己種的芝麻 然後自己弄的麻油這個 那當然每一個有不同的嗜好 那這個小罐的呢就是北港的 那味道不同 那看就看你們自己 我真的太愛麻油的味道 就看你們自己的喜愛 那因為有一些人不喜歡喝純米酒的 那基本上我就會用一個雞架子 那我用的雞架子叫燕雞 那燕雞的油脂跟一般土雞的油脂不太一樣 煙氣的油脂是黃色的 那我基本上就會用雞架子去大概熬個30分鐘 然後等一下我們把麻油雞炒一炒 就可以直接放進來加入米酒 那這是原糯米會比較多一點 那因為我胃的消化比較不好 那原糯米的話它煮出來會比較稠的感覺 那長糯米煮出來就會比較紮實 那我都會先把米直接就是放在這個內鍋 然後我會混一些長糯米 就是讓它口感比較不一樣一點 那記得你混的時候 放進去的時候就是要用手把它混一混 不然會變成上下 你把它混好之後 然後我們就叫它等 等幹嘛呢 等我炒雞肉 記得麻油的話溫度不要太高 那我們火不要開太大 那我就會先放一些老薑 要下去把它爆香 那有時候有一些人 他會把老薑就是爆得比較乾一點 那其實看你們個人自己的狀況啦 然後我就會開始放雞肉 那就差不多一半一半 然後你可以慢慢翻炒 就是讓那個雞肉啊 都有吃到那個麻油 然後我就會在中間再放一點點竹漿 因為等一下就要放到鍋子裡面了 去跟糯米一起蒸 然後讓它也是過一下麻油 那什麼時候好呢 要放到鍋子裡跟糯米一起 其實你只要看肉的顏色有變一點點 然後表皮有微微的縮起來了 其實我覺得就可以放到那個 糯米鍋子裡面一起去做蒸的動作 比如說像這樣子 就是皮已經有一點縮了 然後肉已經白色的部分比較多了 那其實我們就大概可以就是起鍋 然後其實麻油就看個人的量啦 我覺得麻油 因為有些人喜歡麻油多一點 有些人不喜歡麻油太多 鋪平之後呢 要做的一個動作就是倒米酒 倒到米大概有醃起來就好了 不要太多 好要先跟大家講就是原糯米很容易熟 大概要咬一下讓水就是看一下 對大概的量是這樣子 雞肉不用整個蓋 好那我們就可以直接 這是電鍋的內鍋 那我通常都會用這個內鍋直接來蒸 好那我們一樣就是 現在要做的是麻油雞湯嘛對不對 然後一樣就是麻油 然後一樣放薑片 然後火真的一樣不要太大 那我們就一樣可以放雞肉 好那這時候我剛說的雞架子的那個 菸雞的高湯就可以把它拿起來 因為它已經差不多了 其實大家可以看一下上面就有一層那個 屬於菸雞特殊的那個油脂 好那我們現在就可以把剛剛炒好的這個雞肉 跟麻油薑片 可以放入這個高湯裡 好那我們把所有的雞肉跟麻油 倒到這個鍋中啊就可以再加入米酒 那其實我的麻油雞做法是有一點比較像濃湯 因為一般的麻油雞它是 麻油雞它是比較輕的 可是因為我喜歡喝比較濃的湯 所以才會先用雞架子去做高湯 然後放入麻油 放入我們的雞肉薑片 最後再放米酒 如果敢喝米酒的人 不怕米酒味太重 其實可以用全酒啦 好 麻油雞也好了 那第一個先看的是麻油雞的顏色 你看我的湯是有一點咖啡色 完全沒有加鹽巴跟味精都沒有 就是很簡單炒一炒 然後用醃雞的雞架子 下去熬高湯30分鐘 把雞肉放進去 炒好放進去之後 然後放那個米酒 我們放了三罐的米酒 那現在我們大概熬了半個小時以上 其實差不多就可以喝了 那我們的麻油雞飯也好了 現在趕快去看一下 我很愛吃的麻油雞飯到底是什麼情形 醬醬 完成完成 看就是這個就是原糯米跟長糯米的結合 完美QQ的結合 很Q彈 好 我們現在就是把雞肉 最後一塊雞肉擺上去 那這個呢就是麻油雞飯加松本蓉 那我把松本蓉鋪在麻油雞飯的盤子上面 那再來就是另外一個是 我也很愛的麻油雞湯 加人生娃娃菜 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的 我最喜歡的食物跟做菜的方式 也希望你們會喜歡 掰掰